电影纪录片《龙虎武士》 日前发布绿告片 该片男士集结了红金宝 袁和平 甄子丹 钱佳乐等 华语电影最强的武士阵容 全方位揭秘了香港龙虎武士 长达60亿年的风云变幻 绝对是不震撼力十足的作品 是电影车里面最影响了难度动作 Sternman never say no 特技人从来不会说不行 反过来看 救人 说救人 说收工 也是因为这样的憧憬 让香港动作电影一个拼搏的面对 真龙虎是不能吹太阳 他们以前做的事情 晚会也没有人会做得到 电影纪录片《龙虎武士》 正式定档8月28日在全国上映 从李小龙到洪金宝 再从成龙到甄子丹 华语动作片经过了几十年的风云变幻 在每一场令人叹为观止的动作戏背后 都有无数的武行特技人 把一切不可能变成了皆有可能 即将供应的龙虎武士 便使由这些动作演员和著名舞址们 来亲自讲述的《活命人生路》 在李小龙出现之前香港并没有功夫片这一说法 即他之后成龙的出现又在动作电影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 无论在哪个年代在看成龙的那些经典场面 谁能不说一句绝 就是断了手来接上去 这个镜头摆这边 如果我们继续用我这种方法拍下去 不是一个抢酒的办法 成龙这个名字走入大众的视野 得感谢一个人 原和平 在1978年成龙的翠拳 1982年的齐门遁甲 1992年的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 2000年的沃虎苍隆 以及2013年的一代宗师当中 都担任了动作指导 可以说他就是华语动作片的活体编年史 因为我是个人感觉我 每一部动作片 我都有一点新的东西 新的看法 看出比较新鲜一点 我们每部动作片 我都会加一点的东西进去的 因为是他看着我出生 然后看着我成长 我觉得八月是一个非常开明的一个前辈来的 这次共同在龙虎武师中参与讲述的原和平和真子丹 在《叶问3》和《叶问4》中都有过合作 我们的目的希望拍到新的野兵给观众看 尤其是我苹果师傅 我相信在动作设计方面 就不需要怀疑的 一定会是超水准的 所以到最后我们看到的就是 多出于我们想象的东西 出来那么的好看 那么的有兵充的味道 曾子丹代表了时装动作的辉煌时代 另外还有徐克 刘伟强 吴思源等著名导演出镜讲述 用真实影像记录百味香港武行六十年风云 希望把龙虎武师这种打不死的拼搏精神 继续传承下去 文鱼新天地编辑报道